现在越来越多就是外国的那些投资者 反而会来中国去审考他们的一些事业 尤其科技那一方面 中国的那个脚步会在IT方面 他们是很进步 很快 一定要有在中国认为 在当地也是认为这个是高新技术的 有些这个狂宝的产品它才能够扶持 一带一路一过来 火车一过来 我们的货就是我们现在想做点贸易 我们这边的货走回去也好出来也好 那种速度肯定是绝对的优势的 工业脑派工业国家 他们它需要我们中国的这种前脑的工厂 其实牌子是他们 基本上东西都是我们做的 澳洲的医疗制度 澳洲的医疗体系带回中国 然后把优秀获大精神的中医带到澳大利亚来 找我们祖国同胞来合作 这样子才可以把本地的这个事业呢 有吹发作用 中国提出互联网家的概念 让社会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接近7亿用户的全球第一大网 在互联网及融合思维下的产业引领 带动经济转型 敢为天下先 善为天下先 大量客家新生代互联网创业者脱颖而出 今日头条 投资社交平台雪球 全球最大的威可模式平台猪八戒网 同步推移互联网教育企业 他们在开拓着21世纪 私仇之物经济带上 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 成为新经济的代表和时代的引擎 山海家国梦 丧子固原情 五百年乡音不改 新时代客家精神重新出发 从最早的纸张 茶叶 书籍 草药 到现代农业生物技术 未来工业科技战略 文化交流 互联网经济 客家人用几百年的时间走遍了世界 也用几百年的时间重建了家园 今天面对更加复杂而变化的世界 他们秉承着传统的精神 正在用一种新的思维走向新的征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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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